我记得当天雷军的门牌 如果今天谢霆锋在的话我希望像 但是如果他不在我还是希望像自己了 风飞恋发糖 荣祖儿在先八卦谢霆锋王飞感情 荣祖儿太懂观众心了 在谢霆锋张伯芝 王飞和李亚鹏 这两对四有规律的先后离婚后 谢霆锋和王飞这对曾经的伴侣 逗逗赚招招后竟又立牌终于走到了一起 两人的复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网友评价两人的爱情是自私的 这样拆散了两个家庭 伤害了两个家庭里的孩子 再复合之后 两人也是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自顾自的秀恩爱 感情一直比较稳定 偶尔会拍到谢霆锋王飞在一起的画面 亲密的样子看上去非常恩爱 可是谢霆锋这样一个话题风云人物 怎么可能没有点花边 当初就有传言称 谢霆锋和王飞私底下分手了 要和刚离婚的杨密在一起 这个传言也是荒唐 天后拍拖 就是你当时是什么心态的呢 地位并不在 并不在我喜不喜欢的关系里面 就是天后 但是这两个字在我心目中是没有存在过 只不过因为这样 但是终于都不能够开花结果了 按照谢霆锋的性格 如果有流言蜚语 谢霆锋第一时间就会急忙地站出来 对传言进行否认 以此来例证他和王飞的关系目前没有改变 但这次谢霆锋却意外地保持沉默 不免让人俯想连篇 另一边的王飞 罕见地出席了某活动现场 王飞一反常态地开口谈起了结婚标准 王飞暗搓搓说自己很喜欢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如果找到了适合我的 就可以立马去领证的那种 现场媒体纷纷猜测 王飞此番言论或许是在暗示谢霆锋该结婚了 想来也是 王飞谢霆锋已经附和有七个年头了 而王飞在圈内向来是真性情 如果真的要结婚 那肯定是要不托泥带水的那一种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张博之突然生下三胎 一直没有感情传闻的张博之 突然就有了孩子 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个三胎孩子的生父 就是谢霆锋 谢霆锋这次倒是火速澄清了 表示自己只是前面两个孩子的父亲 并不是第三个孩子的父亲 还直接表示了 与王飞不会结婚 这就让人纳闷了 谢霆锋真心爱王飞的话 怎么可能不结婚呢 相差11岁的姐弟恋 是经历了多少风波 才终于再续前缘的 谢霆锋不得更加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吗 事实上 王飞之所以不嫁给谢霆锋 或许是因为受到谢霆锋父亲谢贤的影响 谢贤早在之前就说过 谢家只有一个儿媳 那就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张博之 谢贤太懂现在的谢霆锋了 跟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 风流的想要追逐爱情 可是等谢霆锋老了就会想要回归家庭了 所以谢贤从不相信谢霆锋和王飞能过一辈子 而且王飞也不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女人 都能套下自己亲生的孩子不管不顾 这么自我的女人 不适合组建家庭老一辈当然不喜欢 王飞可以跟谢霆锋谈恋爱 就是不会结婚 但谢霆锋会一辈子跟王飞谈恋爱吗 看在孩子的份上 最好的选择就是和张博之复婚